1993年,刚刚从昆明市体育师范学校毕业的戴建荣被分配到了新盟学校 刚好新盟学校七男老师,尤其是体育老师,教育局相关的领导就问我愿不愿意来说这是一所智力残疾孩子的学校 我说我愿意,其实我对智力残疾孩子是什么症状,他们有什么特征,他们长得什么样子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就进来了 21年前,当年轻的戴建荣第一次看到眼前这些特殊的学生时,他的心似乎凉了半截 他清楚地记得,在当上老师后的第一堂体育课上,他是如何狼狈地将四散乱跑的学生们一个个追回来的 那时候还是很沮丧,很迷惘,是不知道自己以后这条路子要走向何方 这些孩子在我身上能够学到什么内容,我也没有信心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课堂常规的培养和日常体力的一个维护上 如果学生的课堂常规没有建立起来,要做进一步的教学,进一步的学习是无法开展的 戴建荣将要面对的,是他从未接触过,也无法理解的世界 当时,我国的特教事业刚刚起步,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统一实用的教材可供他参考 自己是个优势毕业生,分配来到这所学校 因为自尊心的原因,自己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 不要让他们这种现状永远保持下气 就是走不稳路的,不会吃饭的,不会穿衣服的 这些都可以通过体育训练或者是运动训练的方式来改善和提高 所以当时我就想,不能让他们这种现状再发展下气 个性要强的戴建荣被这些智障孩子的秘密触动了 他想给孩子们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于是,想方设法地攻克各种教学难题 不管他的世界怎么狭小,怎么封闭 不管他的生意怎么弱小 只有当你真正走进他的世界 知道他的需求的时候,知道他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才可能做到因才视觉,因人视觉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是一项专门为八岁以上 致力有障碍的特殊人群设置的体育赛事 从1987年至今 我国已经举办了五届全国特奥会 特奥会的理念是重在参与 参加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可以说是戴建荣送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 也是他给家长们准备的一个大大的惊喜 这些特殊的家庭由于孩子的原因 常常要承受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 半数以上的智障而背后都有一个山穷水尽的贫困家庭 孩子们一点一滴的进步 让他们原本苍白的家庭生活 静静有了颜色 患有唐氏综合症的代任飞 这次是第一次参加特奥篮球比赛 在他身上完全看不见唐氏孩子身材臃肿 行动缓慢 沟通不畅的样子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2007年他刚到新盟学校的时候 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样 都是低着头把 摇铅笔嘛 摇手指头嘛 手指头上缩 然后会撕书 所有的书和本子它都会撕成碎片一样的 然后放到这里脚 眼睛看人的时候都是斜着的 感觉就是胆怯 畏惧 倔强 然后呢一个人就把自闭 非常自闭 他在普通学校上过学 因为他是唐氏的孩子 普通学校的老师 估计对这个唐氏孩子的特殊性 也不太了解 他爸爸说 他们班有50多个孩子 他上体育课报数的时候 要报到50 他是站在后面一点 他报不出来 那么那个老师呢 以为他是故意捣蛋或者是做梗 当时就狠狠地批评了他 然后呢让他站在旁边 不让他上体育课 在普通学校上课时 戴任飞经常要默默忍受老师的惩罚 同学的嘲笑和歧视 他心里开始对上学产生了阴影 那时候的他总是缩在角落里 或是钻进桌子底下 一待就是大半天 戴任飞的胆小和自卑 也让戴爸爸感到丢脸 他开始厌烦自己的孩子 认为这个孩子是家里的负担 有时候家里来了客人 他就把戴任飞藏起来 不让孩子见人 作为父亲 他为何对亲生骨肉如此狠心 我甚至打过他 踢过他 又是什么原因 让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其实没有表态 我就自作举掌 要把孩子送走 一位普通的教师 能否唤醒迷失在生活中的父亲 他的精力就没有花在这个孩子身上 实际上也算是放弃掉 我是一个父亲 我怎么会这样对他孩子 我还是哭着泡过去 稍后请继续收看 纪录片编辑是之《迟开的花朵》 戴建荣告诉我们 体育项目中的很多常规动作 对于新盟学校的孩子们来说 却仿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患有唐氏综合症的戴任飞 不仅胆小 自卑 恐高 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因此 培训戴任飞 对经验丰富的戴建荣来说 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戴老师他不仅是教一个体育 他更多的是教孩子一些生活的技能 传递给孩子一种默默无闻的一种陪伴 他跟孩子一点一点的交流 他不着急不着慌 你看他一见识就是21年 他理解我们这些家庭的父母 所以他就会走进我们内心 戴建荣对孩子们的付出 家长们其实都看在眼里 2009年 当时的戴任飞已经入校整整两年了 可在戴建荣看来 在那个时候 戴爸爸几乎已经放弃这个孩子了 租了一间房子 在我们学校旁边 请了一个阿姨 也就是保姆 带着她 吃住问题剪辑了 上学问题剪辑了 她就忙于她的生意去了 她的精力 就没有花在这个孩子身上 实际上也算是放弃掉 和戴任飞接触了一段时间后 戴建荣发现 戴爸爸很少来学校 跟孩子也少有交流 可每当戴爸爸要来之前 原本不善表达的戴任飞 都会兴高采烈地跑去告诉他 这个难得的好消息 第二天他爸爸来的时候 他确实会牵着他爸爸的手 在操场另外一边 我在这边 他就跟我说 戴老师 戴老师 我爸爸来了 我爸爸来了 孩子的喜悦戴建荣都看在眼里 从事特教师也多年 他非常了解这些孩子的心理 于是他主动找到了戴爸爸 他就说戴任飞爸爸 你这么忙是为了什么呢 我当时不加思索 我就说我来赚钱嘛 其实戴老师脸上是纠绝的 他说你如果孩子都不开心 家庭都不幸福了 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不去给这个孩子关注 不给他爱的话 你父母都不去接纳的话 你托付给爷爷奶奶 托付给社会的话 这孩子他没有什么变化的 就是这么一句不经意的问话 意外触动了戴爸爸 从那次谈话后 他开始反思自己 从孩子出生到现在 短短不到十年的岁月里 自己究竟给过他多少父爱 提起对孩子的种种忽视和伤害 戴爸爸至今仍然十分自责 他清楚地记得 1998年 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 原本幸福的家庭 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跟随苹永远编辉的 中国人都购乱了 1年 停止 10年 2年 雅迪